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网的严实良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进入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四课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课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 心構 那么心構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里写着叫做思想准备 其实如果我们用日语来解释心構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叫做心の中の準備 心理的一个准备 所以比如说我们很多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 要进入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 作为一个公司员工的心理准备 下面一个单词 business business呢 是从英语过来的一个外来语 就是各种商务 商业的意思 所以我们经常有单词比如说叫做business man business man 所谓的business man就是任何和商务相关的人员都可以称为叫做business man 下面 yokai 就是业界 这个和我们中文呢 含义是一样的 行业业界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右も左もわからない 右も左もわからない 它连左和右都分不清楚了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怎样的人他会连左和右都分不清楚呢 换句话说就是 なにもわからない なにもわからない 比如说像我们在第一次课的课文当中讲就是 新入社員 就是新入社員的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呢 你刚进一个公司 或者刚去到一个组织团体的时候呢 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无从下手 都一无所在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到 右も左もわからない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下面一个单词 いわゆる いわゆ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いわゆる这个词 它的词性 它是一个连体词 我们初级学过连体词 在进入中级第三次的学习之后呢 我们也接触过好几次连体词了 所以再回忆一下 所谓的连体词 就是连接名词之后 才能够使用的词 是没有办法单独使用的 所以いわゆる 它后面是一定要加上名词 才能够使用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单词 叫做 会社员 公司员工 那么当我要对 会社员 公司员工 这个单词 进行定义解释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说 いわゆる会社員とは 会社のために仕事をする人のことです はい もう一度繰り返しますね いわゆる会社員とは 会社のために仕事をする人のことです 那么所谓的会社员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公司而在工作的人 所以 いわゆる就是所谓的 下面一个单词 社会人 社会人 つまり 社会に出た人 已经出到社会上的人 所以很多是指 大学を卒業して 社会に出た人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 进入到社会的人 都成为社会人 下面 以下 以下的反义词就是 以久 以上 所以 这个和我们中文的以下 是一样的 比如说 200人以下 200人以下 200人以上 就是200年以久 这样的用法 下面 基本的 基本的 这个词 基本的 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 在这里要注意 就是的用法 这个的用法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初期 是学过 首先 大家注意了 这个的 它本身 必须跟在是 名词后面 所以只有名词 才能加的 这一点呢 也是很多人会搞错的 待会我会举个例子 那么 名词加上的 之后呢 它往往构成一个什么词呢 往往把它是当作一个 那形容词来使用的 所以基本的 的话 我们往往是把它当作一个 那形容词来使用 所以 很多时候 比如说一些 我们比如说 在日本的话 在公共场所 是不能大声说话的 然后在电车 地铁里面 是不能打手机 打电话的 这些都是 基本的 基本的 一些基本的 礼仪 所以 加上了 的 之后 基本是名词 在加上的 之后呢 它就构成了 一个 那形容词 而它变成 那形容词之后呢 它所有的活用变化 就和那形容词 是一样的了 那么 这里要说一点什么呢 首先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只有名词 才能加上的 所以大家听一下 我上面说的一句话 叫做 心拍的 心拍的 koto 心拍的 koto 大家觉得 对不对呢 心拍的 koto 这个用法就不正确了 为什么不正确呢 因为实际上 你会发现 心拍这个词 它不是名词 它原本 就是一个那形容词 所以 那形容词的心拍 首先 它不必再加上的 就直接是 心拍的 koto 就可以了 心拍的 koto 就可以了 而且那形容词 它没有资格 加上的 再强调一下 只有名词 后面才能 跟上的 这一点大句 那么 还有一点就是 刚才我们说 名词加上的 之后呢 它新构成词 是个那形容词 那么 所有的活用变化 都按照那形容词来变 但是 我们也知道 那形容词 在接触名词的时候呢 往往是要把词尾的 达成na的 但是 但凡是由 的ki 构成那形容词 它在接触名词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这个na 省略掉 比如说 我们说 传统的文化 我们就可以说 伝統的文化 伝統的文化 也可以说 伝統的文化 伝統的文化 都是可以的 但是 能够把na 省略掉去 直接接触名词的 这个na 形容词 一般来说 只限于 的ki 构成的 那形容词 这一点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好 下面一个单词 项目呢 是项目的意思 当然 我们中文中的项目 其实和项目 并不是完全是 对应在一起的 比如说 我们说 最近公司 启动了一个 什么新的项目 我们 学校要搞一个 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都和 项目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项目 往往是指 project 或者呢 可以说program 而不能说 项目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项目 还有什么意思呢 它有 条目的意思 什么叫条目呢 很简单 不管是公司的 規章制度也好 还是学校的 校级校则也好 都会 一把 二把 三把 四把 这么一条 一条 写下来 而这一个 一个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只希望 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 做的读音 就可以了 那么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说 汉字的读音的话 分成 音读和训读 两种情况 那么 首先 大家觉得 做的 训读 应该怎么念呢 对 那么做的 训读的话 就应该是 动词的 作为 作为 制作 那么 做的 训读是 作为 它音读呢 尤其它音读 要注意一下 它的音读 其实有 两种读音 比如说 我问大家 作品 作品 这个单词 它的读音 是怎么念的呢 对 应该念成 作品 作品 那么 那么 再比如说 我们说 那个 作家 作家 它的读音 该怎么念呢 应该念成是 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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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 粗音 变 那么 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 不管是 saka 也好 还是saka 也好 实际上 即便 saka 当然有个 粗音变 它也是从 saku的 ku 变化过来的 粗音 换句话说 在 saka 作家 这个单词当中 这个作 它原本 也是念成saku的 所以 作的读音呢 首先 音读 它有saku的 这个读法 包括我们说 作文 也是念成saku文 作文 我们也是念成saku文 但是 大家看一下 我们saku文 sakuhin 和saka当中的 作 都是念成saku 但现在 在这个dousa 中的 作 它不是dousaku 而是dousa 所以它的发音呢 不再是saku 而是sasa 那么除了dousa之外 比如说 操作 sosa 操作 sosa当中的作 也是念sasa 还有呢 作业 sagyo sagyo 当中的作 也是念成sasa 都没有q的读音 所以大家记住了 作的音读呢 是有两个 一个是saku 一个是sasa 还有就是sagyo 这个词 它和我们的sukudai的作业 其实并不一样 并不是我们所要做的 回家作业 这个saku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工作的意思 就是工作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 zestai zestai就是绝对 zestai ikimasu 绝对去 今度こそ 下次绝对会云 就是 zestai 下面 mono mono 这个读音的话 它汉字可以写两个 一个呢 可以写者 还有一个可以写物 那么写物的mono的话呢 它是用来表示 物品 东西的意思 而写者的mono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人的用法 就是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以前也学习过 像年轻人 就可以叫做 waka mono 年轻人 年轻人 我们就可以叫做 waka mono 好 再来看下面一个单词 sou dan sou dan sou dan 这个词的话 叫具类 同样不能忘文生意 因为它汉字呢 是写商谈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 我们中文的商量的意思 我们中文中的商量 是我们初期学习过的 和自己相谈的sou dan sou dan 那么这里关键是这个shou shou shan shan实际上就是 刚才那个话语 business 的意思 所以sou de shou dan 就是 关于business についての話 business についての話 关于商业 关于商务的一种谈判 一种商量 所以呢 就是 说白了 就是谈生意的意思 谈生意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 atari mai atari mai 那作为名字 或者那形容词来使用 它表示 理所当然的 它可以在旁边 写上一个等号 atari mai whu rin so 它本身呢 是一种 yasa 一种蔬菜 什么蔬菜呢 就是菠菜 就是菠菜 但是大家看一下 它的中文解释部分啊 它除了菠菜 这个最原本的含义 就要 它写着 whu rin so 可以表示 报告 联络商量的一个简略说法 那么 好好的一个菠菜的这个单词 怎么就变成了 报告联络商量呢 因为我们把 whu rin so 这三个音 分开来看的话 whu就对应到了 whu koku whu koku no ho rein就对应到了 rein laku rein laku no ren 而sou呢 就对应到sou down sou down no so 所以呢 所有的whu rin so 就是要求我们在 尤其是日资企业 要求在工作当中呢 要做到 首先 whu koku shimasu 你要报告 然后呢 在 kan kei sa ni ren laku shimasu 要和相关人员去联系 然后呢 在 みなさんと相当 shimasu 再和大家商量 这样的一个流程 叫whu rin so 下面一个单词 てて てて chudi 那么 它既可以做名词来使用 也可以做动词来使用 当然做动词的时候 它后面要加上 suru 加上shimasu 构成一个sabe的动词 那么 てて什么意思呢 就是彻底的 把它给做到底的意思 比如说 刚才我说 在日资几页 我们要求要把 whu rin so 这个想法 这个做法呢 给贯彻下去 给自始至终的 都好好地做到 就可以叫做 ho rin so ててする ho rin so ててする 这样用法 那么当然 由于てて 它也可以是名词 那么 名词的てて 很多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在后面 加上个てき 构成 てててき 这样的一个形式 构成 ててててき 这样的形式 那么按照我们 在刚才讲的说法 大家会发现 名字后面加てき 都会构成 na形容词 所以ててててき 也是个na形容词 彻底的 什么什么 下面一个单词 sasu sasu 首先 他单词写止 它就是止的意思 所以 很多时候 大家记得 小时候我们 爸爸妈妈都会 叫到我们 不能用手指指人 指で人を さしてはいけない 指で人を さしてはいけない 所以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 五个手指 用日语怎么说呢 那么其中 尤其是 神指的话 叫 ひとさし指 ひとさし指 就是专门 用来指人的手指 那么 与之相对的 大拇指就是 親指 亲指 亲就是父母 親指 中指呢 就是 中指 然后呢 无名指 叫做 薬指 药指 就是那个 车药的药啊 然后呢 小拇指 所以 其中 しとさし指 是指人的手指 就是指我们的 食指 而さす 本身就是 指 指这个人啊 指什么方向 这个指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它可以表示指示 指名指定的意思 这一点呢 大家以后再做 我们能力考试的 阅读理解题目呢 经常会有 因为阅读理解 有一种出题思路啊 是经常会考的 包括N1当中 N2当中都会考到 就是它会考 指示代词类似于 それ 或者 これ 这些词 它在文章当中啊 到底指代什么内容 那么它这句话会怎么说呢 它会说 在文章当中呢 有それ 这个单词 而它到底指代是什么呢 就可以用 sas 这个词 nani o sas 指代什么呢 指代 指示 也是可以用sas 这个词的 下面 就是工作岗位 部署 或者部门的意思 那么当然 除了 之外 我们也可以说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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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的 下面一单词 同量 同事 这和中文的同事 是一个词不再讲的 下面 解決 就是解决 那么加上 する的话呢 解決する 就是一个动词 所以呢 解决 比如说解决 环境问题 我们就可以说 環境问题 我们就可以说 解決環境問題我們就可以說 環境問題を解決する 解決 下面 組織 就是組織 和我們中文的組織也是一意思 比如說公司是一個組織 然後呢 學校也是個組織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 在名證探課當中 還有黑衣人組織 那麼大家說 黑衣人組織的日語是怎麼說呢 應該是 黒衣人組織 黒衣人組織 那麼這裡呢 還牽涉到一個 一致的句型 就是衣人組織 那麼衣人組織的話呢 和顏色的黑搭配在一起 黒衣人組織是表示穿著一身黑的 所以 所謂的黑衣人組織就是穿著一身黑的組織 就叫做 黒衣人組織 下面 證保 證保的話呢 大家注意了 實際上它千萬不能忘聞生意 因為我們中文和日語當中呢 都有證保 情報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們中文中的情報 往往是帶有一定 一定語言色彩的 但是日語當中證保呢 其實並沒有 它就是信息 就是information 這個信息的意思 所以 證保 這個答案 所以比如說 大家知道 日本是一個地震非常多的國家 那麼當然 在發生一些小地震的時候呢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如果發生比較嚴重的地震 那麼 我們首先得自備一些防災用品 那麼防災用品當中 有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拉酒 就是拉酒 就是收音機 那麼為什麼要收音機呢 因為很簡單 我們就為了 情報を集める 要收集很多信息 你在災害發生之後呢 關於災害的信息去收集它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給大家注意一下 下面 共有 就是共有 共享 那麼加上する之後呢 共有する就構成一個他動詞 所以 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個信息社會 我們要學會和別人 共享信息 就可以叫做 情報を共有する 還有 再說 情報を共有する 下面 取組 取組 它是 取組和 組這兩個動詞 符合的一個 符合動詞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一個自動詞 所以自動詞的取組呢 它是不可能搭配到 編譽的 所以它搭配什麼 格註詞呢 您必須要記住 它搭配的是 格註詞 に構成了 何々に取組 構成何々に取組 這個形式 那麼 に取組 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表示 努力 致力於 埋頭去做 一心一意 全身 全身 貫注的 全心全意的去解決 一個什麼問題 所以比如說 現在可能 污染比較嚴重的情況下 那麼我們 全國人民 就在政府的帶領下 在努力解決 環境問題 就可以叫做 環境問題の解決に 取組 環境問題の解決に 取組 那麼 當然也可以說 有時候老師 我可不可以努力 再解決日語學習呢 日本語の勉強に取組 也可以 仕事に取組 這樣用法都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了 一定要用的是 に 還有就是 トリクミュ的 マス型 去掉マス型是 トリクミ トリクミ トリクミ呢 他們 這個單字經常拿過來做 名詞來使用 就是一種 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案 的意思 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案的意思 叫トリクミ 好 下面 失敗 失敗 失敗就是失敗 那麼它的反應詞就是 成功 失敗 失敗是失敗 它的反應詞是成功 是成功的意思 那麼不管是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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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還是 成功 也好 我們都是把它們當作一個自動詞來使用的 所以 失敗 和成功 它前面搭配的格柱詞都是 に ないないに失敗する ないないに 失敗する 這個詞大家可以記一下 那麼 比如說我說 非常害怕失敗 就是 失敗を恐れる 失敗 失敗 恐れる 下面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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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ger 重臨 是從 陰影當中過來的一個外來語 就是一種失誤 一種錯誤 下面 ATHANFollow Follow 首先它最原本的含義 就和 陰影中的Follow 是一個意思 就是 跟隨的意思 所以比如说 现在很多同学肯定会用微博 那么微博上有关注 也有你的粉丝 那么如果是在国际上的话呢 国际版的微博就是 Zita Zita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推特 就是推特Zita 那么在Zita的日文版的情况下 它怎么去表示 你的关注和你的粉丝呢 关注就是follow 你关注了他 就是你跟随他 就是你follow他 然后呢你的粉丝就是follow啊 follow啊 就是跟随你的人 就是你的粉丝 除此之外 这里的follow还有一个叫帮助的意思 那么怎样的帮助叫follow 它和Titsaday或者Taskeri一样吗 其实并不一样 所谓的follow实际上 比如说很多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 叫呼人所这个单词 报告 联系和商量 那么为什么要求大家做到 报告联系和商量呢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有一个失败 或者你有个miss 但是你不能害怕它 即便你一个人不能解决 即便你一个人不能解决 首先你要和上司 一起去帮你解决 所以比如说 所以比如说 是什么 Business ビジネス 業界 境界 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 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 いわゆる いわゆる 社会人 社会人 以下 以下 基本的 基本的 項目 項目 動作 動作 絶対 絶対 もの 物 商談 商談 当た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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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うれん草 ほうれん草 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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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僚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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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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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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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り組織 取り組織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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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Follow 繰り返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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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就是今天課程 全部內容 那麼在下一節課呢 我們將學習第四課的句型 同僚